还误了时间 那杰西念佛 闻世音矣 看到这件事之后 见此事矣 杰西念佛念法念僧 不能在这干这个了 还不觉悟吗 还不好好念佛吗 这是第一层意思吧 第二个 那这个事是谁安排的 你已经受识经 闻此经受识了 那这事呢 就佛夫斯安排的 看看你面对这种逆境 你还有没有分别心 你心清静不清静 所以我们第一个 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互念 我们要感恩 第二个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 杰西念佛念法念僧 要好好念 我们要念佛 我们要去西方 你看 多圆满呢 他安排的 目的是让你去西方 怎么去 知道 知道这个世界的苦了吧 知道这个世界的难了吧 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容易了吧 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圆满了吧 所以呢 这个 我们要 我们要这个好好念佛 所以说 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 从早上起床 一直到晚上睡觉 我们要善于学习 我们要善于把佛说阿弥陀经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那你想 这要是说 你早上睁眼 一直到晚上睡觉 你没有一分钟不碰到事啊 那么碰到事怎么着了呢 引光老客人在文潮当中 说这话说的特别好啊 刚才我上一集给大家汇报的时候 是吧 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所对的一切境界 所谓山河大地 这是你看啊 山河大地 明暗色空 见门觉知 生香味等 何一非产阳净土之文字 哪一个不是在说净土的书生呢 你看到这个山 什么山 你看到这个水 是什么水 是吧 人家在宽广平整 黄金为地 你们我们这 是吧 明暗色空 人家那是根本就没有黑天 与民寒暑之意 全没有 是吧 你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些 这些东西不在产阳 净土之文字吗 不是说吗 有个更好的世界 比这还好 你看看这你就知道 它的反面 那就是西方 是吧 再往下来 寒暑代谢 你看一会冷了 一会热了 冷了 冷了完了 一会热了 热了完了以后冷 老病相催 又老又病 催你不得不老 你不想病都不行 你不想死都不行 老病相催 水汉兵役 你看发大水 汉灾 这自然的 兵役 美国打伊拉克 法国打利比亚 是吧 疾病 印度出现了什么 超级的 什么细菌 这个病毒 到目前没准 没有任何 抗生素能治它 这个疫啊 瘟疫啊 这个病啊 磨铝邪剑 磨铝 铝褪 你旁边这些恶元呢 比如百家子啊 比如说这些 冤曾会 这些冤家啊 磨铝 邪剑 说最近科学家说 2012年灾难是 是无稽之谈 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 是吧 邪剑吗 那邪剑 我们认为执着我吗 我不就是邪剑吗 自私自利吗 我们这个社会 还不自私自利吗 人心都烂了 人心都坏了 父母可以不孝敬了 上海机场扎九刀 把妈妈的肝和胃都扎坏了 妈妈每个月挣七千人民币 带着她 五年在日本学习 每年三四十万日元 含辛茹苦 就是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是一月份该寄钱 没给寄 三分回到上海碰到妈妈 下了飞机的时候 你没给我寄钱吗 她说我一月份给你寄了两万 我觉得你够了 三月份 就这一句话上来就九刀 摩吕是吕伴吗 他妈妈的儿子 是摩吗 是摩 何一非提醒当人诉求往生之警测 哪一个不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当事人 诉求往生之警测 赶快求生净土的警测 警示和鞭策 你看阴光老康上说 我们怎么 阴光老康上怎么学的 你看看 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 所谓山河大地 明暗色空 我们这一会地震吧 一会核辐射吧 一会海啸吧 见闻觉知 生香味的 染色体 馒头有香味吧 有颜色吧 何一不是 何一非产阳净土之文字 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吗 有这么恶的事吗 没有 寒暑代谢 老病相摧 水汗兵役 魔履邪剑 何一非提醒当人诉求往生之警测 也 哪一个不是在提醒我们当事人 应该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种警 提高这种警觉 这对我们是个鞭策 我们如果要抱着这个 态度来念佛 那您说您这佛号还断得了吗 你翻开报纸 打开电视 坐出租车 上单位 是吧 你看到的所有问题 都是干这个的 对吧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呢 是因为你 闻此经而受持者 因为你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受持了佛双阿弥陀经 所以你会有这种观点 你有这种观点 这些事情 所谓山河大地 寒暑代谢 那就是佛菩萨给你安排的 你看看 其结果吗 产阳净土之文字 当人诉求往生之警测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 就是因为你受持此经了 你受持了此经 你就有这种观点 这就是佛 你有这种观点 你提高这种觉悟 你把它变成念佛的动力 你就去西方了 那不就是一切诸佛的互念吗 对吧 那么阿弥陀佛打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不就是对你最好的互念吗 你可以来这啊 你不用在那待着 我去那动力不够 那你就看看这边山河大地吧 明暗色空吧 你就看看你现在住这地方寒暑代谢 老病相摧 水汗兵疫 你看看 哦 是不行 给你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法比 咱们得去那 这就是文此经守之者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老和尚经常说 要抓紧时间 赶快成就自己 要该放下的一定要放下 是吧 心要清静 这个我们人身难得 中国难生 闻大乘佛法 又不能又闻到净土宗 是吧 知道这本书生的方法 那这是这是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 一定要立定此志 啊 把他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一生啊 就像印光老和尚说 万修万人去 啊 难不难 今天我们第一集上说的 印光法师的十年法 一点都不难 啊 一点都不难 那么 最后呢 还有一个 一个也是经常 大家在读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有些人问我啊 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这有一句话 是不太好理解 就是说这个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 有那么有 就是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就是说这个 极乐国土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拔制 其中多有一生补处 是吧 其数甚多 啊 这个 多到什么程度呢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你算不出来 那么 但可以无量无边 阿僧起说 这个 很多学佛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就说 其中多有一生补处 啊 皆是阿弥陀制 当中呢 还有很多呢 是在一生补处这个位置上 其数太多了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就是不是你能算得出来 那就是算不进的 你说多少是说不出来的 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起说 但又可以呢 啊你只要时间足够多 你就算吧 但是我告诉你 你肯定算不完 但是可以算 但是一定没结果 你看这句话是这意思 多多很多 算不进 但是算不进 那就是 呼噜呼噜的堆呗 说不清楚 道不白呗 一堆一坨呗 不是 真能一个一个的数 一个一个的数 能数完吗 数不完 但是清清楚楚 一个是一个 各是各的 它是这个意思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你甭打算给它算完了 你甭打算通过算术 把它算明白 得到最终结果 不可能有最终结果 那它是无量寿吗 无吗 阿弥陀佛吗 什么都是无的 没底的这个 算不到头的 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起说 你要真想算 它一定有个方法 让你在那算 这个就启发我们 我们看到数学 这是现实到数学问题 那我们有这种现象吗 可以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你说我们这个圆 我们说圆 如果迪卡尔作包系 有X轴 有Y轴 对吧 说这圆的方程 圆的面积等于多少 圆的面积 比如说我们用S来代替 等于πR平方 对吧 R就是半径 π乘以R平方 等于圆的面积 那这个π呢 多少啊 π3.1415926 这是净确到这个位置上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π是无理数 什么叫无理数 除不尽的呀 永远算不到头的 你看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我们这个世间的π 就不是算术所能知之 你真算不出来的 你π据说 已经算了200年了 还在那除着呢 它是无理数 所谓无理数 就是算不到头 永远除不尽 3.33333 那就像这样的 但可以无量 无边 阿僧体说 但你要算多少年都可以 你π已经算了200年了 你说我算300年 能不能算 还能算 你算吧 这有公式啊 周长除以半径啊 你不是面积吗 除以半径的平方 或者说是用这个半径 除以周长 周长里边有多少个半径啊 3.1415926 但是真的不是能算出来 但是真的可以算 有这个公式 那么佛在这句话当中说 我们现在再来回过头来看 佛双阿弥陀经 那么在那个地方呢 阿皮八治 其中多有一生补助 其数甚多 就和3.141596 数太多了 非是算术所能致之 这真的算不出来 你甭打算给它算完 算完了 它就不是无量寿了 它就不是阿弥陀佛了 阿是无 不仅寿命是无量的 阿弥陀佛的光是无量的 没有障碍也是无 这个阿皮八治也是无 无数的 一生补助也是无数的 同时 但是可以算 可操作 可算 但是对不起 算不完 所以我们 我们在一块讨论的时候呢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 一个讨论 就说你拿数学来解释 这个佛术阿弥陀经 合适吗 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 老何人在讲的时候说 刚才我们说了 在上一节我们说了 刚开始我们讲说 理 是 性 像 空有 因果 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 对吧 有了因就有了果 有了性就有了像 有了是就有了理 相代门 这个 这个 华严经说 这个事物 我们这个世界事物出现 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 相代而出 华严经当中 佛又说了一个 文意相代 文就是文化的文 意就是意思的意 就是说 任何一种艺术和文化形式 它有一个形式 就是文 同时这个形式 还有它的意思 这是意 文意 相容 文就是意 意就是文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随便举一个数学的公式 佛法就在里面 而且是圆满的在里面 你说你举一个化学的分子式 文 这是文 咱们讲化学了 化学是另外一种文化载体 文化形式 知识范围 那么佛经的这个意 一定在这里面 这个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种现象 就是说 佛法是最伟大的科学 最高的科学 你比如说 我们再举刚才 我们说的这个 说这个派 这个例子 你说我们 讲这个数学 那你说 我给你一个圆的方程 这个圆的方程 你能把佛法 讲的 讲清楚吗 能 那个圆的方程 R平方 等于X平方 加Y平方 对吧 它是根据勾古玄的定理 你比如我们笛卡尔坐标系 我们任何一点 有一个X坐标 有一个Y坐标 这是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X平方 加Y平方 就是直角三角形的 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 等于斜边的平方 对不对 你看R平方 等于X平方 加Y平方 那么我们这是一个 圆的公式 圆周的公式 那么这个圆周的公式 它能把佛法讲了吗 这种文 宰了佛法的义了没有 有 那你举个例子 那你试着说一说 你比如说吧 R有正有负吗 没有 你看义法吧 佛是不二法门呢 你没听说 哪个圆是负R吧 说半径有负的吗 半径没负的 那一 那这个 这个义法 X和Y 有正有负吗 XY有正有负 对吧 人家世间法 那迪卡尔坐标系 这个圆点的右边 X是正的 圆点的上面Y是正的 对吧 它有正有负 但是世间法 爱出世间法吗 不爱 R是由世间法组成 它这一平方就没有正负了 所以第三向线 X是负的 Y也是负的 它组成的R还是正的 所以佛是不二法门 是吧 我们认为X有正有负 Y有正有负 但是它组成这个半径的时候 是没有正负 所以佛法在哪里 佛法在世间法 世间法就是我们说的X和Y 那XY有正有负 R没有正有负 是吧 那么那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那半径是没有正负 那表示佛是义法 这个师父在讲 这个忘记还原冠的时候 显一体 起二用 这个一体呢 自信 清净圆明体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R 一 起二用 R用就是有正有负啊 有一有报啊 有正报有一报啊 同时出现啊 那胡晓林是正报 那大家是一报 同时出现 要灭大家一块灭 那起二用 那你看 这个一体就是这个R 起二用呢 你看它有两个 有正有负 构成了这一体 那空有呢 佛经常讲空有啊 这个圆的方程里边 讲空有了吗 有啊 那周长 这周长 周长 这个圆弧上的所有点 都是有的啊 对吧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公式算出来啊 你给我一个R 我把这个X平方Y平方 只要加起来等于这个R 这就是这圆周上的点 这就是有哎 我们真能找到这点 空呢 就是这个圆心 这圆心没有坐标 但是正是这个空 它才能变出这个油 你只要给我一个圆点 只要你给我一个半径 我就能够 把这个圆周给你画出来 就能把这个油给你变出来 那正是这个不在圆周上 这个空点 把所有圆周上的点 全给你变现出来 对吧 所以那么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 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我们跟着逼近 我们跟着找联系 那P1点到P2点 我们模拟这段圆弧 我们先用线性方程来模拟 觉得精确度不够 那我们用二次逼近 提高 非线性逼近 三次逼近 四次逼近 就模拟这段圆弧 这是笨方法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科学技术 那么我们现在传统文化 这个学佛 就是说你不用从P1点 找到P2点 你只要从P1点 回到圆点 所有这个圆周上 不管是P1P2 甚至多少点 都可以从这圆点找到 你只要给我一个半径 我就能把这些圆点 都给你找到 这就是忘记还原观 说还原啊 你还到圆点之后 怎么样 所有圆周上的点 都以你为圆点 都给你建立一个R的关系 那么有多少点 出生无尽 我问你这个圆弧上 这一个圆周 有多少点 无穷多的点 臣说 岔说 无奸说 赤然说 谁说都说不清楚 都说不清楚 这个圆周上点 万法圆背 这个圆周上所有点 就是我们说的 世间这些事物 有完吗 没完 有多少 无穷多 真如 亦法不立 这个圆点 亦法不立 它根本就不是 圆周上的一个点 它不在这个圆周上 它就是真如 真如当中有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 它不是圆周上的点 你不能用XY来衡量它 它是不存在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用有来衡量它 它是不存在的 你看 万法圆背 而真如 亦法不立 你不是就是空有吗 有的是假的 是被原点变出来的 真的呢 真的是空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 我们在读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是 对有些说法呢 是不太理解 或者说我们觉得好像找不到 为什么佛要在这边说这种话 这本来篇幅很短 字数也不是很多 为什么偏偏在这呢 就是给我们说的这么多 就是我们通过数学这个圆的方程 我们就知道 这个圆周上点真是无穷多 但可以 无量阿僧起说 是不是 你说你说圆周上的多少点 你说吧 你想要多少点吗 你要多少点 我能给你找多少点 那是不是就这么多点 对不起 不是 无限多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那你说X等于1 Y等于1 这是一点啊 X等于1.1呢 Y等于1.1呢 那就是第二个点了 那么1到1.1之间 还可以分割多少 那无穷多呀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但是你真可以拿着公式 给你算出来 可以无量无边阿僧起说 实际上你就知道 我们这个圆的方程 实际上我们说 是自性的表现 没有义法 不是从自性表露出来的 你通过是数学就看到了 它就是称性的 我们认为数学不是佛法 我们认为化学不是佛法 我们认为阿弥陀佛 我们认为佛说这经才是佛法 不是 你所所看到的山河大地 云云众生 寒暑代谢 老病相摧 都是称性的 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何其原点能生无穷点 就这意思 那么何其自性本自清净 原点根本不在圆周上 它非常清净 它没有坐标 对吧 我们拿六度慧能 何其自性本不生灭 你说原点有生有灭吗 点有生有灭 对吧 你给我换一个点 我就不在圆周这个点了 我从X1 我从P1点到P2点了 圆点呢 你万变不离其中 本不生灭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所有的圆周上的点 都是它生出来的 都是从圆点 以它为原点 出来的 所以说 我们 就是通过这个 我们展开 说佛说阿弥陀经 这个 非是算术所能知之 但可以无量无边 阿僧启说 我们套用数学上来解释的 就比较容易理解 理解完了以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佛告诉我们的 文随着意 意随着文 你在这世间 任何举出一个 科学技术的这个领域 举出任何一种文艺形式 所以说 一眼眼说 尽无余 我们体会出来了 你只要给我一个字 我就能把三藏十二部 都给你讲出来 真的 你看 你不师父在讲经的时候上说吗 这个华言经上有这个记载 这这么多法 一眼眼说 一眼就是 古代这个言就是字 一眼眼说 通过这一个字 你就能把它演出来 就能把它说出来 尽无余 所有的法都在这一个字里头 所以 我们回想 97年老和尚在新加坡 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 老人家曾经说过 他说 这个无量寿经 当时我特别不理解 说你只要 这每个字都是圆满的 我这怎么每个字都是 阿南的阿是圆满的吗 如是我们的如是圆满的吗 事是圆满的吗 当时不理解 我觉得师父忽悠人吧 那时候97年 不是97年 我是 我是06年开始 开始看师父的这个 在新加坡97年的 第11次请讲 只讲到第23品吧 那一次 32品 23品 就没再讲 当时他就说 他老人家说 他说 这个佛经当中 任何一个字 一眼眼说 尽无余 就能把所有的世间法 世间初世间法 都在里边 那我现在咱们在看 在看这个《华严经》 在看现在 咱们学了这么多年以后 再体会 那是真的 你不要说 佛经当中的一个字 能把一眼眼说尽无余 你任何举出一个例子 说一个微臣里边有世界 那他举这个微臣 实际上微臣呢 就是说文随着意 那臣这个文呢 就是讲的空间 空间小到一臣 我们用空间 这个文艺 这个文化形式 或者是这种 这种表述方式 那意在不在里头 在里头 一臣就有近虚空变法界 所有的信息 哦 那是空间 你可以这么说 那语言呢 那随便举一个字 那么是不是近虚空变法界 都在里边 在里边 因为他称性的 他只要有自性 自性所带来的东西 全在这个字里边 那我们都是自性变现 那胡好林 在不在这字里边 在 因为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 全在里边 因为自性不能分割 说这个字太小了 那所有自性带来的东西 都在这字里边吗 是的 那是你认为 戒子纳虚拟 一个戒菜籽里边 就能把虚拟山藏 为什么 戒菜籽是称性的 那虚拟山是自性变现的 他就能把这个虚拟山 带进这个戒菜籽里边 事和事情是没有妨碍的 哎呦 这种境界谁能理解得了啊 这么小的东西 能藏那么大的东西 那我们说这个 这个微尘里边 有天文广场吗 有 有美国白宫吗 有 所以佛他不用说 跑很老远的地方 就能把世界的情况都知道 他用不着 他在寒毛孔里 就正知道全世界的情况 所以你看佛不是经常说吗 寒毛孔就能 就能就能 就能把 就一切诸佛都在里边 寒毛孔是小啊 但是小他是自性啊 自性没有大小 所以呢 就是今天的时间到了 就是 就是给大家呢 就是随随便便的 饭谈吧 这第二集 第二次给大家回话 就是说 我们在学习 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抱定一个信念 受持这部经 无量寿经 还有大经节都可以 那么 目的 其实 归根到底 就是落实在六字弘明上 念得清楚 记得清楚 听得清楚 再加上记述 这四个方法 失于一生佛号上 一到十 一到十 怎么坚持念下去 一丝不苟 困了就睡 英国老后说 随他而去 不要 你瞧不悠 我现在八点到十点念经 我念念佛 我现在怎么困了 困了就睡 渴了就喝 上厕所上厕所 回来接着念 英国老后说 身体健康了 道才聋啊 才能行道啊 你老是 老是 该吃的时候 不吃 该喝的时候 不喝 你说你这佛 你能念好吗 不要那么执着 反正我们是 本命元臣 这是命根子 有功夫就念 无论在哪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行住坐卧 穿衣吃饭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就做到这一点 那么事儿来了 那我事儿来了 我们就是 节悉念佛念法念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好事 所有的事都告诉你 这娑婆有多苦 你说不是吗 你随便举一个事情 那是我跟爸爸妈妈团聚 啊 这可是好事吧 啊 这我可竟笑道 能拦得住爸爸妈妈走吗 这种好事能不变吗 兄弟姐妹情同手足 能不分家吗 能能能能 你能担待他 永远跟你住在一起吗 你能拦住他走吗 拦不住 所以所有这个世界上的 真正的好事 孝敬父母 尊重师长 都 都会变坏 都没办法 再有一部分 你认为是乐的 淡然陈情 全都是自私自利 名闻理阳 无欲六成 你看这个世界 是这么一个状况 英国老后来说 好事吧 好事马上就完了 孝敬父母跟父母团聚 兄弟姐妹亲爱 这个东西尝不了 那坏事 坏事你认为酒啊 色啊 财啊 明啊 食啊 睡 这是好事 好事其实他读 他拉你再六道 再接着来 所以我们 就是说 人说那你 你学了佛了 你还工作吗 你学了佛了 你还做买卖吗 啊 这印光大师 在文朝当中说 何须关了门 去念佛呢 不接触社会呢 不需要 啊 你走在这社会上 你敦伦进奋 你当好儿子啊 再父言辞 再子言孝 再 你要是父亲 你就 你就演出父亲的慈爱来 你是儿子 你就演出孝道 啊 在君 约 约 约人 在陈约忠 啊 你是领导 你就演出 你热爱下级 你是下级的忠于领导 但是 在这个敦伦进奋的过程当中 你可千万别忘了 念佛念法 念僧 因为这个事件的事 都是不圆满的 啊 都是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赠慧 求不得 无因之胜 你看看吧 就是 就是八件事 不可能有乐 也不可能有乐 所有的乐 三种苦 坏苦 苦苦 跟辛苦 所谓坏苦 就是 所有的乐 都不会变坏 你吃一顿美食啊 再来一顿呢 拉稀了 是不是 你这乐就变成苦了 你说我这苦 能变成乐吗 你饿一顿 再饿一顿 你更饿 更难受 苦变不成乐 只有乐变成苦 你说这个世界 它是这么一个状况啊 啊 所以我们 不必说 得出家 不必说 得放下工作 不必说 离开家庭 也不说 是要把所有的社会责任 都推掉 我们才能念佛 我们才能 不是的 那个金光大师说 何一不是 产阳净土文字 哪一个不是警测 当人 啊 应该 当人应该警测 去西方啊 啊 所以呢 我们要善于学习 啊 每天呢 读佛书阿弥陀经 结合我们的 呃 工作 生活和学习 啊 把它跟我们的 去西方 联系在一起 这是最有效的 因为你必须工作 你必须生活 你必须吃饭 你必须穿衣 你必须走路 啊 你必须喘气 你必须上卫生间 啊 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 你干脆就把这些东西都变成念佛念法念僧 那你一天24小时 除了睡觉之外 啊 都生活在这个佛号当中 阴光大方说 你冥冥之中就能感觉到佛对你的加持 啊 这个是真是太妙太妙了 这个方法 啊 而且那么简单 啊 昼夜六十 啊 一句佛号不离心间 啊 那有些朋友们念佛的时候 我想什么呢 我想阿弥陀佛的光吗 啊 我想我要去西方那个书生吗 我还是想我要信啊 愿啊 我怎么没有菩提心啊 发菩提心相传 阴光大和尚在这个经上说 在这个文朝上说 你会我要想考清华大学 你在复习考试准备考大学的时候 你一做每一道题 你会想着我这是要考大学吗 你不会想啊 我就认认真真把这道题给做了我 是不是啊 你说 哟我这道题 我要上清华 我要上北大 我得考上去 啊 所以我得做这道题 你做题的时候 你想这个 能做出题来吗 你现在念佛就是在做题 你只有把题做好了 你才能考上大学 你这个做题的时候 你还想这个 你不就夹杂吗 所以念佛的时候 就像老和尚说的啊 四个 三个清楚 一个技术 除此之外 一点都不要再添加了 什么 我是不是想的 我要能见到佛光啊 我是不是能想的佛在接应我呀 我是不是觉得好像什么 这个 能看到这个 能看到那个 你就不要想这个 英光老和尚说 这全都是障碍 他说的让你想到的 用的 你就用 念的清楚 记得清楚 听得清楚 再加上技术 除此之外 不要再加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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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啊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啰啰嗦嗦 会不会到这个时候了啊 已经两个小时 呃 肯定有些地方讲的也不是 不讲的不正确啊 是肯定的 因为是初学嘛 呃 但是呢 希望大家呢 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如果讲错了呢 希望大家呢 能够引以为戒 能够对我提出批评和建议 啊 我是特别感谢大家 在电视机前的 和网络前面的时间 来成就我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都喝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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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